在这座小镇上,有着一位先天缺陷,但性格善良的男孩,他很是喜欢小孩,长大后还当了一名小丑,每天开着雪糕车给小孩带去快乐,但孩子中总会有些捣蛋鬼,以傅黑哥为首的恶霸群平时就经常欺负其他孩子,很快他们就盯上了小丑,跑到对方脸上撒野,傅黑哥一把扯下小丑的红鼻子,却发现对方居然没有鼻子,这可把傅黑哥吓尿了。 为了报复小丑给自己出洋相,他和恶霸们分工合作,吸引对方的注意力后,叫缩男孩金毛哥去把雪糕车松开脚杀,结果小丑在忙着剪硬币时,被身后驶来的车子狠狠碾下,善良的小丑就这样被人杀害,这群小孩多么狠毒。 40年过去了,恶霸们都已长大,当初导致小丑被碾死的金毛哥,本来搬到了新的城市,但一宗离奇的命案,将他和家人又重新带回了这座小镇。 死的人是当初恶霸群中的一员,死法很是难看,尸体居然化成了一滩污水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? 其实,小丑并未真正死去,他成了一个冤魂,只为找恶霸群复仇,小丑不仅可以蛊惑小孩,还能自制雪糕,想让水死,就让小孩吃下雪糕,吃下的话,指定的人就会化成污水死去,多么可怕。 晚上,金毛哥开车回家,路上却撞见两个手持硬币的小孩,似乎在等待着什么,但金毛哥不以为然,便继续上路,不料车窗突然截起冰霜,让他有些看不清路,下一秒,儿子居然站在车道。 好在金毛哥刹车急时,不然险些出事,他赶紧下车询问儿子发生了什么,但儿子却说是在等雪糕车,这句话让金毛哥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 自从小丑死后,镇子就再也没有出现雪糕车,难道小丑真的复活了吗? 然而,金毛哥带着儿子回家没多久,雪糕车就出现在镇子另一头,一个小孩吃下小丑给的雪糕后,另一个还在开车的男人却感到异样,冲下车往树林冲去,他的朋友紧随而至, 结果看到的竟是一滩污水,而角落里站着一个男人,那是傅黑哥,但这是小丑干的好事,傅黑哥害怕自己被抓,立马转身逃离。 金毛哥接到消息,也赶到了现场,看着地上一滩粘液,让人直呼恶心,并把罪魁祸首指向了傅黑哥。 然而,接下来发生的事,会让他大吃一惊。 金毛哥回家休息,却发现儿女正拿着零钱想出门,随上还一直念叨着,要买雪糕,要买雪糕。 他意识到不对劲,赶紧抓回儿子,让老婆盯着,接着出门去追女儿,结果一盏车灯照在眼前,雪糕车居然出现了。 但仅仅只是现个身,便很快消失不见了。 金毛哥赶紧回到家里,却发现脚底粘着一片雪糕包装纸,那是小丑才会用的包装,但他不敢立下判断,认为这是傅黑哥搞的鬼。 现在情急之下就是找到傅黑哥,把真相调查清楚。 金毛哥通过恶霸群的成员,得知了傅黑哥的住所,他随即赶到,傅黑哥果然待在那里。 对方一早就知道小丑的存在,并和他道出了真相,但金毛哥仍不相信,觉得就是傅黑哥杀的人。 然而就在此时,镇子中一个小孩吃下了小丑给的雪糕,突然间傅黑哥开始惨叫,一眨眼功夫,他就化成了一滩污水。 原来小丑已经找上了他,这下金毛哥终于明白了真相,他赶紧回家,让老婆带着孩子离开小镇,但妻儿还没开出小镇,车子突然截起了冰霜,老婆想要擦干窗户,结果小丑突然出现,把他吓得惊声尖叫。 此时,金毛哥还在家捣裤装备,他先用喷水器淋湿地面,再把自制的小丑冰淇淋放在获得的那张包装纸上,准备找个小孩吃下,杀死小丑。 然而气温突然降至零点,把温度计都给冻爆了。 金毛哥知道小丑已经找了上门,他来到室外,地面生起阵阵寒气。 雪糕车停在门口,小丑就在金毛哥身后,但他没想到自己的儿女居然也出现了。 孩子们已经被小丑蛊惑,拼命念叨着要吃雪糕。 金毛哥眼见不能再拖,他抓住孩子,打开喷水器,大量水花浇在小丑身上,让其身体开始结冰。 眼见小丑要冻成冰块,喷水器却没水了。 金毛哥立马举起铁棍,想要将其敲碎。 然而小丑已经恢复体温,一把抓住了金毛哥。 冰冻无比的手掌,让金毛哥惨叫连连,皮肤都已雀肉模糊。 此时,小丑举起铁棍,正一步步地往金毛哥走去。 但不管金毛哥撒多少水,哪怕是用水枪,都只是暂时缓解小丑的行动,根本解决不了对方。 就在这时,金毛哥身上自制的雪糕掉了出来。 儿子眼齐手快,立马冲上去捡起,随后撕开包装,一口咬下。 这下,小丑自食其果,也成了一滩污水,成功被消灭。 就,就这? 小丑真是可怜,活了两次,都被坏人干掉。 但你以为金毛哥就这样活下来了吗? 并不,小丑无处不在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,这部剧集出自恐怖大师第二季第十集,欢迎关注科幻战舰,我们下期再见。